咖啡真的是太棒了 我觉得我的黑眼圈 以及我睡眠很多的问题 都是因为咖啡造成的 但我现在这种生活方式 就是离不开咖啡 实在是没有办法 但不管怎么样 大家看到我现在来到了 韩教练他们家 然后这两天 萝卜从国内赶过来 然后现在来到小柯家 我们在他们家 进行了各种各样 非常有意思的挑战 具体挑战内容 可能大家之后 会在萝卜的B站 或者微博上看到 那今天呢 这个视频主角不是我 而是你们 因为两天之前呢 我发了一条微博 是关于咱们 十年挑战 Transformation的照片 然后在那里面呢 我说除了发 我自己的照片之外呢 我还让大家发出 你们的这种 十年挑战的照片 我当时没有想到 居然有那么那么多的人回复 然后现在呢 我看了好像大概 是有520多条评论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照片 所以今天呢 在这里 我希望跟大家一起 来看一看这些照片 做一种reaction的视频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们现在就开始 Let's go 现在呢 我打开微博 我把咱们的整个照片呢 流程放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 这就是我十年的Transformation 可能大家已经 从各种地方看到过了 所以我也不太多说 那主要是 今天看大家的一些 十年改变 首先咱们看第一个 是这个 Black Black只是个妮称 哇小哥哥 你这个照片 前面的有点模糊 不过大家都能看到 它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它这个维度啊 各个方面 非常非常的棒 然后第二个呢 是叫Rainway 然后自己误打误撞 开始自己的健身之旅 每天早上起来看 摔的第一集健身视频 就不想赖床了 又有满满的动力去健身 非常非常感谢 你能够通过我的视频 给你一些动力去健身 这也是我做视频的初衷 也谢谢你把你的 这个十年的经历 分享给大家 因为通过你的这些反馈 还有就是说这些话呢 也让我更有动力 去做更多的视频给大家 当然了 你这十年变化也很大 大家看 从一个比较瘦弱的小哥 然后现在变得 就是一个肌肉男 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帅 咱们再看 是这位小姐姐 这个图 它是完全是在 两个相同的街道上拍的 同样的麦当劳都一样 就是它这个装修变了 又是一位小姐姐 叫Max徐 这照片非常棒 但是呢 提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如果下次 你能发一个这种 11年也是身材的照片的话 对比19年会更加明显一点 因为你刚好 把19年的脸挡住 然后把11年的身材挡住 然后现在是一个默默默将 OK 其实这就是我想说的十年改变 你不一定费的是身材 对不对 像这位小姐姐 她还有她的朋友呢 虽然我不知道哪个是你啊 但是你们俩的整体改变 真的是 真是从青色的 那女小女生变成了一个 嗯 女神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都不知道我有这么多女粉啊 哦 好开心啊 突然 看来一分手 就是女粉又增加了 然后下一位是 咱们的西兰花杀手 哇 你这个变化有点大 从以前的中学到现在的绝对是一个肌肉的 而且肌肉量感觉还不错 小哥哥继续努力继续加油 然后是现在咱们拟点大保镖 哎 其实我跟这位小哥哥的他的这个身体类型是比较像的 发型也不错啊 这都是往后背的 嗯 争均一期 十年太久远已经找不到了 左边练钱 右边一年半多 我觉得你非常非常的棒 你这变化大家也能看出来 但是为什么你前面放一个这种 八卦的图呢 下一位是咱们这叫 梦舞Z的小哥哥 然后十年的没找到 来个三年的吧 我天呐 你三年的变化这么大的吗 我想问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其实十年挑战 大家真的不一定是发十年的嘛 对不对 就是只要有变化 然后发你这几年的变化 我觉得都挺不错的 也希望大家以后有这种活动 也能参与到里面 然后下一个又是一位小姐姐 叫七一安 今年十六岁 然后发的是五岁的照片 下一位叫是一位小哥哥 叫像空空 这小哥哥很帅 然后同时呢 拍照姿势跟我一样 是不是跟我学的 然后是咱们这位小哥哥 叫Desperador 从六十公斤到八十公斤 哇哦 你这增了有好多啊 感觉 下一位又是位小姐姐 叫是海苔啊 09年和19年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没有的粉丝就是这么优秀 然后下一位小哥 是14年到18年 四年的变化 哇哦 小哥你这个花壁有点帅的啊 下面是咱们的叫Haterboy 小哥你的肌肉确实增了不少 为什么你要戴两个帽子呢 现在呢 咱们的是默默默酱 哎 我是不是看到你了 你是不是发过两个照片 但不管怎么样 这边是小姐姐之前的照片 然后是现在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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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替大家注目一下啊 下位小哥是在下王鹏飞 你是发反了 还是说你从原来这样变成这样了 然后现在是这位小姐姐叫 亦想要简单 非常非常的棒 以前呢是稍微有些体质的小姐姐 然后现在 哇哦 你是不是打过比赛 因为我感觉你这个形体的pose很标准啊 现在呢是咱们的小哥哥叫我的狗与你 哇哦 你的变化也好大啊 05年到18年 15年到18年 建林没有10年 哇哦 确实瘦了瘦了很多哎 现在是咱们的小哥哥 Steve 轩 Steve 轩 为什么这么尽力 现在是咱们这位小哥叫 Arogant Myself 我发现我的粉丝的颜值都好高啊 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现在呢是咱们的刘家乐 哪个人是你的这里面 我靠 这个阳风男的小伙伴 你怎么发个这个图给我 另一位小姐姐叫张YT 我这个小姐姐10年前就已经有这样的腹肌了 太让人羡慕了吧 然后现在 哇哦 哇哦 然后现在是咱们的这位小哥哥叫 许元丰晨 今年17岁 我好想念17岁时候的我啊 非常的水嫩 但现在我已经 历经了沧桑 看我脸上这些皱纹 还是要好好休息好好睡觉 羡慕年轻17岁的你们 TCX春哥哥哥 青色 大家当时非常流行的翻盖手机 然后到现在的 太漂亮了 XJ爱设计 气质改变了很多 大家发现没有 现在又是一位小姐姐叫Darky Pew 小姐姐比例非常非常的好 以前呢 就是咱们比较流行这种刘海 现在呢是种中分 然后这位就厉害了 一行烤鸡上青天 妈妈好年轻啊当时 而且你的体质怎么变得这么低啊 你是在比赛吗 而且我看到评论里有说 多吃点吧 体质太低内分泌失调 你不能再练了 真的 我觉得这个每个人 因为天赋都不一样嘛 你不能阻止人的健身热情嘛 不过从健康考虑角度考虑呢 你确实女生低于15%的体质 就有些人会断经 但是都是跟个人的这个天赋有关的哈 所以呢 如果你没有那种问题的话 就做你喜欢做就可以了 感谢你分享给我们 Sed的圆儿 大家看这位小姐姐的这个身材比例 非常非常的好 我已经给大家zoom了啊 我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 马库勒斯先生 bro 你这增肌增的也太狠了吧 SS潮健身韩俊阳 我发现大家稍微有点记住 都喜欢把头往后背是不是 然后呢 现在这位小哥哥叫郑俊岩 一年而已继续加油 bow 你这一年发生了什么能告诉我们吗 你这臂尾怎么变化这么大呀 然后现在呢 是我们这位可爱又迷人的李子 小姐姐瘦了很多 谢谢你参与我的活动啊 还谢谢你特意为了参与活动冲了会员 兄弟你这太励志了 真的你之前有多少棒啊 有没有发现整个气质都不一样了 然后现在呢 这位小哥叫林文龙 小哥哥你是小时候照片 你今天也就十几岁吧 红色大耳环 和老公的十年 你这个小姐姐你有点过分了 明明知道我没有女朋友 而且明明知道我们身边这么多单身贵族 你居然敢这么伤害我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祝福你们跟老公十年 非常非常的励志 也希望你们能继续作为一个健身情侣 激励更多的情侣们去健身好不好 你们俩真太棒了 祝福你们 肥胖一学生 哇小哥你这个pose跟我的好像啊 你这pose 现在有点牙好好看 巫师大银 虽然不说你的名字 你的这个身材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励志的 这个角度像不像我 这个就有点太厉害了 这个呢是我发微博以后 一直都点赞在最上面的 咱们一起来探索一下的原因是什么好不好 首先看这小姐姐非常的青涩 当时可能是上初中或者小学吧 然后到这边 我先替大家放大一下啊 因为你点赞是第一 所以呢我待会私信你 然后咱们微信聊聊天好不好 开玩笑啊 咱们是正常的健身交流 Oh my god 小哥你练的也太好了吧 而且我感觉你的骨架好像都变了 如果你在看视频的话 小哥哥你能告诉我们练了几年吗 失明羡慕你的肌肉量 当然了我也会私信你 然后咱们可以交流一下 请教你一些问题 大家看这位小哥的颜值非常非常的高 大家看见没有 整个就在像一个明星叫谁来着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不可能放出所有小伙伴的照片 但是呢如果大家想看照片和评论的话 可以现在去我的置顶微博 看到大概500多条评论 以及大家的这个十年的变化 我觉得呢这是一个少有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因为通过这个活动呢 不仅让大家看到周围小伙伴的一些变化 同时呢我从一个博主的角度讲 我觉得会跟大家有更进一步的联系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那视频的最后 还是老规矩为大家做一波粉丝福利 转赞评微博和B站的原视频 三天之后我会分别抽两位 获得咱们由 Juco我的服装品牌 提供的新款的无锈背心 那新款背心呢给大家看一下啊 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新款背心呢 跟以前的区别是 我们把这个夹宽了 然后更凸显你手臂的维度 同时呢它的花纹又有一些变化 有点窄啊 logo变在这个位置 那这款背心呢 将会在北京时间 今天晚上8点呢 在我淘宝店铺上架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现在加入购物车哦 那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 再见拜拜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